今天演播室来到的是一对婆媳 求主人的位置是 严女士 媳妇 这边是她的婆婆李女士 严女士今天求主目的是什么 我这边是想要 各位老师帮我就是调解一下 我婆婆对我生活的一些 管束太多 她对我丈夫有影响 我管你啥了 我管你了 你给你这说 我这边的话 妈您先听我说完 您再说好吗 谢谢 李女士 别着急 咱这边呢 我希望我们的老师 就是跟我的婆婆沟通一下 因为她跟我的孩子说 我是她的后妈这一块的话 我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是在 这本来都是后妈吗 李女士 李女士 家庭本来就很困难 严女士 严女士 稍等 我知道你这会儿情绪很激动 我感觉到你 整个人是绷着的 你先舒缓一下 别着急 我跟妈妈说两句话 李女士 一上来 我们都在听儿媳妇也是我们今天的囚主人在讲 说两句你蹦冒出一句 说两句蹦冒出一句 这不礼貌 虽然她是晚辈 第二 我刚听到了一个字眼 我们这会儿先不说 你刚才说到了关于后妈的问题 这个事我现在还不明白 我现在不去追究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有点 能够让你们的矛盾加剧 你明白吗 这会儿咱先不说话 咱们也听听儿媳妇说些什么 一会儿我给您时间 好吗 好好 李女士 放松一下心情 我感觉这会儿你是绷着的 好 是怎么了 因为是再婚 对 我是再婚 所以她对我的女儿有一些偏见 对我的这个 我的孩子叫喵喵 然后在很多事情上 她会就会让我的孩子 然后就是让着一下 她的亲孙女这个情况 然后就是对我还有孩子的教唆 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而且会让我的孩子 一直让着这个她的亲孙女 会让我孩子的这个情况 以后的心里都有一些阴影 所以我想希望她就是跟老师 你这说话 李女士 妈 您先让我说完 如果您有什么情况的话 您再跟老师说好吗 好 就是希望老师 好像你给口语去让你看 就是我跟老师沟通好 沟通一下 让她 杨女士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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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婚 对吗 你刚才说你这边有一个女儿 对 淼淼 对吧 对 姜淼淼 然后你的丈夫 也就是说对面婆婆的儿子 跟你结婚好像也有一个孩子 对 所以你们俩都是二婚 都是女儿 多大了都 我的是九岁 会比他的孩子要大一岁 他十八岁 也就是说你们有两个孩子 现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对 只不过呢 可能爸爸妈妈之间 可能不是就是结发夫妻 对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五年 五年了 对 没有自己的你们俩的孩子 暂时没有 他没有想过这个 我想想他们生个孙子 他都不生 是吧 想有一个 因为还生孩子 不多生就生了 对啊 男家就那一个 男家就一个都女儿 你说我想要生个孙子 他带来 给他弄出来做 你也带生个孙子 李女士 您一直都想要孙子 可是咱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您看 是不是 先小为家庭的经济压力 还有工作压力 我们都在上班 两个孩子现在也是在花钱的时候呀 你有啥压力呀 那钱都得八尔整的 你有压力 你说你有啥压力 你也在上班 不管我是多少 我都是在努力为家庭的一些负担 都是在支撑着 你上班 不管是多少钱 都是钱吧 对吧 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你挣多少钱 你说啊 你挣多少钱 我真的 不多 但是也是为家庭在付出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付出 你付出 原来付出的多吗